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WeGoFM Y果电台 这里是所有River们的聚集第Y果电影part 我依旧是你们最爱的音乐推荐人Johnny 如果你也够酷够潮同样热爱电音的话 就赶快加入我们戴上耳机一起云蹦迪吧 那欢迎收听本期的极客电播 那在上半期节目呢 我们点评了像村长Sunano 以及其他几位优秀的国产producer 该夸的都已经夸了 那下半部分呢 Johnny就要和你来吐槽一下 极客电影节目组为了博人眼球 恶意剪辑视频的行为 顺便再来踩一踩几位极具争议 直接保送晋级的选手 那话不多说 一小段音乐之后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极客电播 首先我们来吐槽一下冯提莫吧 作为斗鱼一姐 她的直播呢 我从来没有点开过 只是从各种微博呀 朋友圈的信息当中 了解到她是一个卖唱的主播 你要说冯提莫音乐有多专业呢 我绝对不敢苟同 那正是与这么一个 和电子音乐八杆子 打不着边的网红歌手啊 在第二期节目中 携手好友制作人KK章 一同挑战张艺兴的关键词未来感 然而他们竟然带来的是 一首Deep House空城的remix版本 拜托能不能先好好审审题目 再上去表演啊 Deep House这种曲风最大的特点 就是深邃低沉 至少你也得选一个 Future House Future Base Progressive House 这种大量使用未来音效的曲风 来参赛吧 那曲风选错了不说 整首作品呢也是平平无奇 没有什么特色 那听上去的第一感觉呢 是电子音乐只是背景音乐而已 那是为了衬托冯提默的Vocal啊 而存在的 那这恰巧也是电子音乐和POP音乐 最大的区别之一 在电子音乐中 人声和其他合成器一样 只是一个乐器 而POP音乐却截然相反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呢 张艺兴遇到喜欢的选手 表情是根本藏不住的啊 而在冯提默和KK章表演完之后呢 很明显脸色显得非常难看了 能明确的感觉到 他已经在组织语言啊 把伤害降到最低 准备和两位姑娘say goodbye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张艺兴先是指出 他们的作品没有足够的未来感 偏提了 不过冯提默马上说了一大堆 什么态度呀潮流呀 虽然我没咋听懂啊 但好在台下的选手们 帮我们概括了一下 这叫强行未来 那虽然这段话很空泛 没有什么内容 但面对一个小女生 劈头盖脸的回复 张艺兴一下子有点懵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那这时候呢 号称在荷兰学习声音设计的硕士生啊 KK章又站出来 说了一大堆万能的综艺句式 什么个性呀 自我呀 不料这个时候 张艺兴好像有点厌倦了那一套陈词啊 直接打断说 我就是觉得你们很普通 你们都是在各自领域优秀的人才 但是结合在一起 没有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 就在张艺兴连连摇头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淘汰的时候 张艺兴却突然宣布他们 晋级了 想必电视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 然后Johnny一样 满头都是黑人问号啊 那第二期的节目一播完呢 张艺兴点评冯提莫的视频 立马就上了热搜 网友们都似乎并不买账这个结果 甚至还有人爆料说 其实张PD是不想给他们过的 但是极客电影的现场执行导演呢 却三番四次的中断现场 逼迫张艺兴给他们过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 回来咱们再接着聊 你知道我在 知道我在 不曾为谁存在 不曾为谁存在 不想用谁能等待 不知名他而转 不知名他而转 走在康荡荡荡街 不曾为谁存在 不曾为谁存在 不知名他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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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现场的观众称啊 张艺兴选冯提莫时 在台上僵持了长达8分钟之久 张艺兴只要拒绝麦就会被关掉 当时极客电音的现场执行导演 也劝说了三四次给 冯提莫pass 实际上张匹提是根本不想推荐他的 这简直是霸王硬上功啊 稍微懂点电音的人都知道 这种节目如果能过真的出轨了 那随着热心网友的 不断的不断的曝光 更猛的料来了 节目组被曝 把一些选手的片段移花接木 通过恶意剪辑的方式 来故意给选手塑造人设 所有我们看到的 其实都是导演组想让我们看到的 比如第一期中 尚文杰的关键词是怪咖 从外观来看啊 戴着发光头套的那位 最符合这个词不过了 但尚文杰偏偏说 除了那位带电的大脑袋 我都要 很多人因此就认为 尚文杰是不是太不尊重选手了 于是就跑到他的微博下 开启了嘴炮 然而尚文杰不选他 却是节目组导演的要求 而且选手本人也在微博解释道 尚文杰在录制节目后 专门给他打了个电话 说明情况 私底下人超级好 和节目塑造的人设完全不一样 还记得第一期结尾 Anti General直接呛声大张伟 给他调一个自己没听过的音色吗 这句话听起来真的是火药味十足 然而Anti General的原话 其实是有机会合作的话 希望能看到他调出一个全新的音色 完全就是在邀请合作好吗 那正是节目组这样的魔鬼剪辑 让我们对选手和导师 产生了深深的误解 那为什么节目组要这么干呢 答案也很明显 只是为了话题和流量 在节目组的眼中 那金钱流量所带来的利益 是远远在电影文化之上的 很不幸就目前看来极客电音 依旧没能幸免于俗套之中 实际上在中国你要想认真科普电音的话 绝对是不缺乏受众的 这两年中国电音的发展 正在一步步走向正轨 充满活力的电子音乐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啊 然而在他们这群人之中 小白还是占着大部分的 你说你爱电音 那你能分得清各种曲风 说得出没首曲子的架构 运用了什么样的合成器吗 那这些才是一个真正电音节目 该传达出的东西 但愿冯提莫的尴尬出场 只是节目组把握度上的一个失误 不要在本着流量的路上 一踩油门走到底 而忘了刹车哦 那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极客电播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各位电台前的小可爱们 对极客电音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的评论区里积极留言 和我们互动起来 也别忘了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转发哦 这些都是对我们歪果EDM极大的支持 歪果电影part 一个用心推广电影文化 分享EDM讯息的电台 我是Johnny 那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们一百周 耶 至最 哈喽 哈喽 电台前的各位River们 不知道这期节目合不合你的口味哈 如果觉得这期节目还可以的话 就赶紧为我们歪果电影part 点赞评论互动不要停 此外 有任何想要了解EDM新闻 对我们节目的意见也好 甚至你想给谁点个歌 都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 期待你的到来哦 那下半期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准备好和Johnny一起进入Next Level了吗 Let's go